哈囉我是Share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與我一起Stay Cherry in Parenting 我今天想要來分享一些 我育兒到現在所使用的 我覺得非常實用的產品 我女兒到現在已經兩歲了一個月了 那這些產品我覺得是 從零歲到兩歲以內 都可以使用的產品 而且送禮也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不太會因為小孩子的性別 或是喜好還有年齡而受到影響 這些產品的所有的Purchase Link 我都有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那有興趣的父母都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首先要跟大家來介紹的 就是這頂Safety Head Protective Headgear 這個牌子呢是美國的一個牌子 它出了非常多的造型 我買的是這一頂瓢蟲的造型 我覺得它非常的可愛 任何Baby戴上去應該都會非常的猛 然後這一頂呢 其實我那時候看了很多的 就是兒童盤全貌 那個時候我為什麼想要買 我知道很多父母他們可能會買圍欄 然後把小孩子圍在裡面 就是避免她頭撞上或是跌倒 我自己呢是比較喜歡我女兒可以全家趴趴走 所以那個時候就不打算要用圍欄圈住她 可是她又開始學會爬行 家裡面其實真的也不太可能 所有的邊邊角角都包得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把它買一點安全帽 那我為什麼選擇這一頂 是因為第一 它夠軟 它是這種軟軟的材質 再來是它非常的透氣 你看它的頭頂 它頭頂是有洞的 它上面這些也都是小洞洞 小孩子其實非常的容易熱 然後跟流汗 我女兒她戴著她全家走 其實都不太會流汗 再來是呢下巴有個小洁的扣子 這樣子 它可以變緊 然後變鬆 然後它這邊呢是伸縮的 其實它可以戴到兩歲都沒問題 我女兒現在已經兩歲有一個月了 到現在這一定還是戴得下 而且還是有空間的 亞洲的小孩比較小隻一點 可以戴到三歲都是沒問題的 它上面當然有非常多的造型 一個父母可以去看自己喜歡的造型 非常推薦給小孩子學會走路 學會爬行的時候 我女兒是非常好懂的 她戴著這個在家裡看走 完全沒有受傷過 所以她其實常常爬到桌子的下面 站起來撞到 因為她會受傷 不會大哭說很痛 所以我覺得這一頂帽子 是非常推薦給各位的父母 那我下一個要推薦的是這個 Summer Infants Weddle Me的睡袋 我想睡袋所有的父母都對她不陌生 小baby他們其實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手會亂揮 然後他們有時候會被自己的 亂揮的小手驚醒 所以把他們包住的話 晚上他們是會睡得比較安穩的 我一開始呢 我買了很多這種 包巾 這個英國的牌子 它也是非常的有名 然後這個包巾我必須說 它的材質是真的很好 而且我還買了夏天跟冬天的材質的版本 它的確就是很舒服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因為就是爬了很多的紋 然後電源就是跟我大腿 所以我一次就買了好多條 這個包巾呢 我上網看了各種的包法 沒有一個包法可以包住我的女兒 我後來問了一些就是比較經典的爸媽 他們就是說其實這種包巾的包法幾乎是沒有辦法整夜包住小孩的 他們的一直扭動 然後手再回的時候一定手手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後來呢 才買了這個睡袋 那睡袋我也是換了很多的牌子 很多睡袋我發現 它的這個魔鬼毡其實是不夠黏的 就洗了幾次之後 失去它的一開始的黏性 我其實就包不太住了 Summer Infant它的系列 我覺得是我用過魔鬼毡的黏性是最強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用它包住我黏 一整晚它幾乎就是手都不會跑出來 就睡得真的是比較安穩 再來要推薦的呢 是Trickholic它的微兜兜 那我一共呢有買了兩個 Trickholic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它做的微兜兜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實用 第一它是矽膠材質的 然後它可以放入了洗碗機 然後也可以放入消毒 裹消毒 它是矽膠做的 所以它非常的軟 你可以這樣折 然後折成多小肉可以 可以放在你的媽媽包裡面 然後再拿出來的時候 它都不會變形 我那時候會選擇它 當然一個是因為它的花色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我一開始是用這種布的微兜兜 那我必須說用了幾條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用過了 因為第一它不防水嘛 然後再來是我女人開始吃副食品啊 所以它會吃到很多像是火龍果啦 然後胡蘿蔔 然後水果的話像是櫻桃這種的話 它的汁其實是根本洗不掉的 你要用漂白水 而且有時候用漂白水的布一定會洗掉 所以其實我用了幾次之後我就沒有再用了 這種布的微兜兜我覺得比較適合拿來當作口水精使用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第一它的花色啊 我給你們看 我一個是買這種小熊熊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星星的 Tricolic它這個牌子啊 我已經用到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它的花色你看 完全沒有掉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很多它們其實洗一洗之後 它上面這個就會有點掉漆掉漆的感覺 那這個呢它後面也有調節孔 它總共有四個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扣住 這樣子 它非常的軟 所以我女兒就是戴在它脖子上 它也不會不舒服 這個真的是我推薦所有 就是開始要使用副食品的 寶寶們的父母 它真的是用餐時候的救星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Mini Wear Solifold的餐盒 這個餐盒是我一個好朋友送我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要回加拿大 然後他就覺得 送我這個的話 應該對我的整個長途的旅行 會非常的有幫助 那我也必須說 它真的幫我很多的忙 尤其是在飛機上 它這個餐盒呢 你看它這邊有個扣子 你把它打開 就會變成一個 有分隔的餐盤 這個餐盤呢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好用的 是因為它下面有一個吸盤 我們常常外出用餐的時候 雖然說 店家可能會給你兒童餐碗 可是它絕對不會有這個吸盤 那我女兒她 之前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她都會直接把碗就是摔在地上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是非常的實用 而且它這個吸盤 是真的吸附力還蠻強的 就是 之後我那時候在整個飛機上 因為飛機沒有兒童餐碗嘛 所以這個就非常的實用 它只要有平面的地方 然後它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它也有分隔啊 所以可能我這邊可以用拌啊 然後這個可能就是 蔬菜類 然後這可能就是點心 或是一些水果 它有出非常多的顏色 然後我上網看了一下 它的顏色我真的是好喜歡 因為都是粉嫩系列 我那時候會喜歡它的原因 當然也不是只是因為它攜帶方便 而是因為它也是安全無毒的材質 然後是矽膠的很軟 它也可以放在小毒果裡面 一盤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網路上其實都買得到 而且它的價格也不貴 我真的非常推薦所有 就是常常外出 或是外出用餐的父母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所有的父母絕對必備的 那就是媽媽包 我當時懷孕的時候就上網 看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牌子 最後呢我選擇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我想應該很多台灣的媽媽們 都不陌生 它就叫做HAPP 美國的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的媽媽包 我覺得是我目前我一直看過 就是價格合理 然後好看 這種顏色我覺得它好看 它不是那種 真的就是很媽媽包的樣子 而且它非常的輕 非常好清理 它整個包身呢 都是防水的 因為我很藍 所以我那時候髒的時候 我是直接整個包包 我就會丟到洗衣機裡面洗 然後都洗得非常的乾淨 它有三個顏色 黑色、藍色跟反紅色 那我那時候選擇的黑色 如果老公要背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突兀 這個包包呢 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我買的是Lavie的版本 有可以兼背的跟後背包的 那我這個款式 它就是後背包的款式 那後背包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帶小孩出去 你可能還要推車 然後還要牽他手 所以我覺得背在後背的話 是比較方便的 那後背的款式呢 它這個就是打開來 它是這個樣子 它上面呢有一個夾層 那我這邊一般就是會放 可能它的乳液啊 防曬乳啊 有就是太陽眼鏡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它的裡面呢 其實容量非常的大 旁邊有一個口袋 看不看得到 我現在這邊是放一個毛巾 那我以前會塞那個奶瓶 然後呢 它側邊 就是我放了一個紙巾 第二包酒精 酒精餐 然後還有就是 它的尿布 那這裡面空間就這麼大 然後呢 它後面還有一個袋子 這裡也有一個 然後以前我一樣 這邊就是會放奶粉啊 或是它的奶瓶 然後旁邊這邊還是有一個這個口袋 所以它裡面總共有 一二三四個口袋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個 拉鍊的夾層 然後它下面這邊呢 也有一個 這邊 也有一個口袋 那我這邊呢 我現在呢 就是放這個 它的圍兜兜 我就會把它這樣折起來 然後就直接 塞到它前面這個口袋 像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拉起來 那它左右外面的話 這兩邊有一個口袋 然後這邊一次 然後它後面呢 也有一個夾層子 這個夾層 我就是 比較會放我自己的物品 因為就是 拿東西 拿的話會比較方便 我現在就是放服務的錢包 然後還有口罩啊 現在外廚廠都要勾照 然後還有就是像我女兒 隨身旗改的一些玩具 有時候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帶一些玩具 它就比較不會吵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呢 它的價格 我記得是五千多塊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第一它可以用很久 如果有想要購買的媽媽們 我是比較不會推薦買黑色 因為我自己買完黑色後 我覺得很容易撞包 我常常出去的時候 旁邊的媽媽就是一模一樣的包包 所以我那時候就常常會怕拿錯 因為大家有時候去玩的時候 比如說室內的那種 遊戲場啊 很多包包就直接這樣擺在底上 然後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 那時候是不是應該要買不一樣的顏色 那不介意裝包的話 當然就是我覺得 黑色當然是白搭的感覺吧 對 那這個包包呢 它還可以兼杯 它有給你一個杯袋 然後是可以扣在這兩邊的扣環 就可以變成是兼杯或是斜杯的 這個包包我真的是非常推薦所有的新手父母 我覺得如果你有想要找一個好看 然後不貴 然後又有實用的包包 我覺得HAPP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下一個也是所有的父母都絕對會需要的 那就是包包監視器 那我買的是這個KUBO的牌子 這是一個台灣的牌子 我覺得它非常的實用 而且我必須說它讓我很驚訝的是 是它的夜間的拍攝效果是非常的清楚的 首先呢 我來介紹它的外型好了 它的外型是非常可愛的一隻小鳥 手機的那個通知 比如說它要告訴你說 寶寶在哭或是寶寶翻身了 它的提醒的聲音是 啾啾啾啾就是小鳥的聲音 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這個鏡頭 是可以這樣調的 拍攝的那個range 其實是非常的廣的 我之前就是會放在那個很高的地方 它有一個桿子可以插在上面 不是我女兒在床上的那個樣子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它 其實主要當然就是因為 網路上很多的父母都有推薦 推薦它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夜間拍攝的功能 它夜間拍攝我會附上照片 那那個照片就是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就算是全黑 它都可以看我寶寶的表情 其實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覺得這個效果是有一些 其它的寶寶 攝影機是比較沒有的 再來是它的Sensor 我覺得非常的令人 就是我女兒可能有時候 只是啊了一聲 然後她就會說 欸寶寶好像哭了 然後我女兒翻了一個聲 她也會提醒我說 寶寶翻身囉 然後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它的口鼻 會不會被遮住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它真的是蠻好用的 像我那時候一開始買它的時候 使用上有一些小小的困難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WiFi的收訊 其實並不是說非常的強 所謂的並不是非常強 就是你們看那個WiFi的四格的那個標誌 我們可能就只有三格 沒有到四格 然後那個時候 常常有時候外出的時候 你的攝影機的收訊 就不是那麼好 就會斷線 然後那時候有跟客服反應 那客服就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家的網路不夠強 可是其實如果你是正常使用 我們家上網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喬了非常久 可是還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呢 新加了一個WiFi的分享器 嬰兒的房間的WiFi 變成是滿格的狀態 那個時候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使用它之前可能要先 調整一下你們家的網路的收訊環境 再來要推薦的就是 日本非常有名的姑姑貝 所有的父母都知道 而且常常被拿來當作送禮的禮物 它的確是非常好用的 我覺得它就是送禮自用 涼香米 那它的號稱就是 它是六層紗 是非常的透氣的 夏天冬天都可以使用 我一共買了兩條 反紅色的刺蝟的 然後另外一條是 米奇跟米尼迪士尼 就是Disney系列的這個 年齡的貝貝 那這兩條呢 那我就是一條在就是家裡面用 然後另外一條可能就是 讓我女兒帶去幼兒園 這個貝貝我覺得是真的 兩歲以下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因為像他們常常到處趴 到處跑 然後它也不太可能 就是晚上的時候自己蓋好被子 那我覺得這個貝貝就真的非常的適合 它有分兩個size 那我買的是貝比版的 然後它也有一個幼兒版的 就會比較長 我其實後來就沒有買大的 因為這個其實現在對我們女兒來說 它差不多就是到膝蓋 然後它再大一點 如果它還要用的話 它就需要買那個Taller的那個size 可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房梯貝 比較適合兩歲左右的 以下的小孩子 因為像我女兒 她現在已經兩歲了一個月了 那她其實她可以自己蓋貝貝了 她也知道她會冷 所以她就會自己去拿貝貝 然後自己鑽到貝子裡面 把貝貝蓋好 然後平常的話我覺得 她也不太願意穿這個了 因為小孩子其實一整天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在家裡面活動的話 她會覺得熱 所以他們就也不太願意穿這個 我不知道別的小孩啦 那我自己的小孩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想要購買這個送人 或是自己要用的話 可以先買就是小孩子的尺寸就好 大的話可能可以等你小孩子大一點 看他有沒有還想要穿這個 那那時候再購買也不吃 那我最後給她分享的是這個 德國百玲的吸鼻器 吸鼻器是所有的父母一定都會 需要使用到的 小孩子其實等到他們差不多三個月之後 就會開始感冒 尤其是像我女兒她有上去脫胰 她就更容易感冒 感冒就會咳嗽流鼻水 那感冒的小孩子其實真的 晚上會睡得非常的不好 尤其是鼻子塞住的話 我女兒她只要鼻子塞住 她晚上會醒來好幾次 而且會一直大哭 然後那個時候就一定需要用吸鼻器 把她的鼻涕給吸出來 那我用過很多牌子的 還有用過那種就是很 最古老式的那種就是 擦一個鼻頭到她的鼻子裡 然後另外一頭是一個很長的吸管 那你就用嘴巴把它吸出來 那個的話其實我必須說 大人的嘴巴的吸力大概還是比較強的 可是因為這個小孩子是非常的不喜歡 她的頭都會比較粗一點 而且要搞得比較久 所以她會塞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我後來呢 就買了這種電動式的吸鼻器 我一共有用了日本的牌子 然後也有用過另外一個是台灣本土的牌子 然後最後呢 我現在compare下來 我覺得百零是最好用的 第一是因為她的聲音其實是最小聲的 我給你們聽一下 她有分兩段式 就是弱跟強 好這弱的 然後強的話 她的使用就是她要一直按著 然後她才會吸 然後呢她的聲音我覺得是最不大聲的 日本有一個牌子 她就是也沒有那麼大聲 可是我覺得她吸力真的不夠強 就是當你就是感冒鼻涕就是比較粘稠的時候 其實幾乎真的就是吸不太出來 然後台灣的有一個牌子 我就是不說什麼牌子啦 不過台灣的那個牌子 其實她就是吸力真的蠻強的 可是她真的很大聲 所以我女兒就會怕 當然小孩子其實都不喜歡被吸鼻涕 可是這個的話 我女兒就是勉強還會讓我幫她吸 每個父母必經之路 就是一定要經過小孩子 就是感冒吸鼻涕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送禮 絕對是非常的實用的 她可能不是那麼的可愛 不是那麼的就是療癒 可是她絕對是每個父母都會用到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要送禮的話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分享 我之後還會跟各位分享更多關於 給我的好物 兒童書籍 與我的知識等等 有喜歡我的朋友們 歡迎訂閱與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